67岁张女士是转移的胃癌第四期患者 前年8月胃部切除三分之二 并接受化学治疗 换过多种药物仍然无法控制 腹部也因为充满癌细胞无法动手术 去年5月因为恶性肠阻塞完全无法进食 原本拖不过两三个月的险恶情况 在接受免疫疗法后 短短一个月症状完全缓解 在过去可能以前遇到就是要转安宁病房 我们用免疫药物 做了一个月之后 就发现它各项的素质都在改善 包括肠胃的功能也都恢复 也就能够顺利吃东西然后出院 张女士第一次药物注射后 全身出现骚痒掉皮屑的副作用 医师表示这显示患者对药物有反应 但后续能不能继续发挥 还要观察 医师就有感觉 一直做做做就一直好 打进去之后三个礼拜之后 两三个礼拜大概就很明显 吃也都很正常 那更珍惜这样子一个类似重生的机会 张女士免疫疗法每个月做两次 近一年治疗后 癌症指数完全恢复正常 没有新的病造出现 免疫治疗虽然已经被证实有效 但仍然不是第一线药物 研究报告的反应率也大约只有一到两成 病人仍需依照医师建议 从最标准的治疗开始执行 大爱新闻黄振明料学信江博伟台中报导 ac Task Force 明症